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我們要介紹的單元 是侵權行為與消滅時效 在我們的社會生活當中 最常發生的侵權行為是車禍 一旦發生車禍造成損害 受害人會想像造勢者 也就是加害人請求損害賠償 這樣的求償關係對應到法律上 就是侵權行為的概念 侵權行為的損害賠償請求 它會受到一定時間的限制 這個一定時間的限制 就是消滅時效的概念 我們用一個案例來開始今天這一個單元 甲於90年1月5日開車不小心 將已撞成重傷 已送到醫院 急救 不幸第3日逝世 以支妻 丙 為甲支出醫藥費10萬元 傷葬費 20萬元 受害人以他的配偶丙 乙丙育有一子丁 乙死亡的時候 他的配偶丙懷有7個月的身孕 請問 被害人以或丙或他們的小孩丁 還有 胎兒 大概這些相關人 何人可以向甲造勢者 主張何等請求 那在我們這一份教材裡面 我們就要說明 他們必須具備什麼樣的要件 才構成侵權行為 那一旦構成侵權行為 民法規定什麼樣的求償範圍 這個是屬於侵權行為的概念部分 那我們這個案例 是發生在民國90年 所以最後我們要問 如果丙這一些請求權人在車禍後因為過度傷痛 而無心求償 一直到今天 他們才恢復平靜 那麼可否 他們可否於今日才向甲求償 這裡就牽涉到消滅時效的部分 而我們如同方才所說的我們從侵權行為的概念 和它的構成要件 開始這個單元的講解 侵權行為的概念以及類型規定在 184條 民法184條 侵權行為的概念來指 不法侵害他人之權益 依法律規定 應對所失所生損害 負賠償責任這樣的一個行為 它的類型在184條第一項前段 有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 我們稱為第一類型 以及184條 第一項後段 故意以備於善良風俗之方法 加損害於他人 這個是 第二類型 還有184條第二項 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 這是 第三類型 這三個類型最常發生的是 第一類型 第一類型 它的重點在於 必須 有故意 或過失 如果沒有故意也沒有過失 例如這是 地震造成的 那 這不是人的故意或過失造成的 它應該就不會構成侵權行為 所以它必須是 故意或過失 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 等一下我們會說明 什麼是 權利 但既然是權利 它在法律上 就有一個 權的 這一種概念 接著我們看第二類型 第二類型和第一類型的區別 我們用這一個框框 來做重點提示 也就是第二類型 它 必須以故意為之 如果 過失的情形 它就 不構成 第二類型的侵權行為 那故意這個是一個比較嚴重的手段 而且我們讓它更嚴重 法律規定 必須是以 倍於善良風俗的方法為之 倍於善良風俗的方法 和第一個類型相比較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發現 第一類型 故意或過失 然後任何方法 只要這個方法造成侵害 就可以了 所以在 內心 故意過失或者 不法方法的範圍 第一個類型是寬廣的 相較於第二個類型 第一個類型的 內心 故意過失 它的方法 這個範圍是寬廣的 但它在哪裡收縮呢 它在權利 這裡收縮我們剛才 說過了 既然用到權利這兩個字 它就 必須對應到 什麼權 例如財產權 被侵害 才算是 第一類型的侵害 如果今天 沒有財產權 沒有其他 任何我們所謂的權利的侵害的話 那這個就不是第一類型 而第二類型它在故意 以倍於善良風俗之方法 這裡 手段以及內心故意規定的很嚴格 而它在哪裡放寬呢 它在 最後這邊 它說加損害於他人 所以它不一定必須是權利 在第二類型 它受侵害的 不一定是權利 所以在被侵害的範圍 第二類型放寬了 而 它這邊放寬 所以它前面要收緊 那什麼是 損害但是卻不屬於權利的損害呢 我們在法律領域裡面這邊 最常被舉的例子 就是一個 純粹經濟上利益 所謂純粹經濟上利益 我們最常舉的例子 就是 一個商店今天的營業 今天我開店 如果有客人來 我就會有營業收益 如果今天我開店都沒有客人來 我就沒有營業收益 所以我的營業收益這件事情 它未必 就是 一個 權利 只要錢沒有賺到我的口袋裡 就我開店我就可能會有我的營業利益 但是我真的會賺錢進來 我如果真的有錢在我的口袋裡 這個錢就是我的財產 那你把我的錢搶走 這個就是侵害我的財產權 但如果今天你只是在我的 門口店門口合法的示威遊行 那人家很難進到我的店裡面來 我今天開門營業了 可是我的營業利益受到損害了 我的營業利益受到損害 我們剛剛說營業利益 開門營業會有 期待的營業利益 但是它還不是一個真正的財產權 權利的概念 所以如果今天 有人在我的店門前 他有依法申請 合法的集會遊行 合法的集會遊行 他是故意的沒錯 但是集會遊行他是被於善良風俗的方法嗎 不是 他是一個合法的公民活動 所以 假設今天有人故意的 他當然是故意的 他申請了去集會遊行 在這一條街上示威 那這一個商店受到 營業額的影響 他的開店的 這個開店利益受到影響 那 因為開店利益 不是我們民法所謂的財產權 好 那 雖然是故意 示威遊行 但是他並不是背於善良風俗 所以這個店家 不可以向示威者請求損害賠償 這是第二類型 但如果今天是 裝鬼嚇人 裝鬼嚇人 這個當然是違反善良風俗的 如果有人 在這條街上裝鬼嚇人 故意的裝鬼嚇人 讓人家不敢進我的店來消費 那這個就是以背於善良風俗的方法 加損害於我商店的 營業利益 那 你會說 你開店說不定今天本來就沒客人 但我會說說不定我有客人 反正我有營業利益 縱然這個營業利益不是真正的財產權 好 所以 如果 我們剛說的 在第一類型他就不會構成侵權行為 但如果今天是以 故意裝鬼嚇人 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的方法 加損害於我的非權利 但 雖然非權利可是我的營業利益 還是受到損害了 那我就有可能可以按照第二類型 請求損害賠償 侵權行為的 損害賠償 那第三類型 其實很簡單 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 那我們要先問 今天有什麼法律是保護他人的 那 往後的單元我們會講 勞動相關的法規 勞動相關法規裡面 我們最熟悉的應該是勞動基準法 勞動基準法裡面有很多保護 勞動者的權益 所以如果今天雇主違反 勞動基準法 侵害了受僱人 或者勞動者員工的權利 那麼就很有可能會構成 第三個類型 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 那這個類型其實 他也會發生 只是那個時候往往會結合其他 這一些 所謂保護其他 人之法律 勞動基準法或者一些交通的相關規範 有非常多這樣的規範 他往往 會結合其他的規範 因此在我們這個單元 我們也就不詳細的去 論述 等一下我們會以 第一類型 因為這是最常發生 最常運用的類型 所以 等一下我們的教材就以 第一類型為主 介紹他的構成要件以及損害賠償的範圍 現在我們來介紹 侵權行為第一類型的要件 首先第一個要件 必須要有加害行為 所謂行為是指 有意識的活動 有意識 例如 駕車 這個是我們有意識的一個活動 那如果駕車撞到人 等一下也符合其他的要件 他就有可能構成 侵權行為 和這個相對的 是無意識的 舉止動作 例如 睡夢中說夢話 睡夢中說夢話 如果說林志玲很漂亮 那這個沒有問題 廖慧文老師很美麗 這個也沒有問題 但如果夢中罵人 那我不能罵別人 我還是舉我自己為例好了 如果有一個學生睡覺的時候 做夢 這是無意識的舉止動作 然後他說 廖慧文老師的 法律生活實在是太糟糕了 垃圾課 不配為師 那這樣子我可以說他侵犯我的名譽權 我的名譽權受他侵害嗎 第一個要件就不吻合了 我雖然覺得被他這樣子說 被侵害到我的名譽權 不配為師 這個真的是對老師最大的侮辱 但是 因為他是無意識的舉動 因此 這個在我們的法律評價上 既然是他無意識的 他無法控制的 那麼我們就不會對他 可以責任 好 所以這邊 第一個要件必須有加害行為 那在這裡 我們強調的就是一個有意識的 舉止動作 同學們很聰明 可能會說 那如果是 喝酒喝得醉醺醺 毫無意識的 狀況下 去開車 而 不幸發生車禍撞到人 那這樣子他算是有意識還是無意識 喝得醉醺醺那當然是無意識 可是各位都知道我們對於酒駕是刻意很重的刑罰 那在民事上當然 也是允許受害者請求損害賠償 因此在這邊 從法律的觀點來說明他就是 有一個所謂的原因自由之行為 我要決定 我喝不喝酒 這個是一個 完全有自主意識的 自我決定 那我等一下如果要開車 我現在必須 自我決定而且自我控制 我現在就不能喝酒 如果我沒有辦法 自我控制好 我去喝酒了 那麼我等一下就不能開車 如果我現在自己決定喝酒而且還喝得醉醺醺 請注意 我決定要喝酒這個絕對是一個有意識的活動 因此它引發的一連串 行為我們還是把它評價為有意識的活動 法律沒有很困難 它只是要合情合理 如果今天有人說 喝得醉醺醺的情況之下他已經是無意識了 所以他的行為都不負責任 這個沒有任何人可以接受 那要殺人之前他喝得醉醺醺 難道他就不負法律責任嗎 絕對不可能的 所以這個在我們法律評價上 他喝酒是他 有意識的自我決定 那這個往下他就會被評價為有意識的活動 這是第一個要件 接著我們看第二個要件 這個行為必須是具備不法性 我們說行為必須不法 凡是侵害他人權利的行為 在法律評價上 基本上我們就先評價 他是屬於 違法的 所以如果假拿刀砍傷乙 這個乙的身體健康權受到侵害 所以侵害他人權利 侵害他人健康權這個砍人 這個舉動我們就把它評價是違法 也就是不法 開車撞到人 把人腿撞斷掉或者 這個皮膚 餘青 這個都是對健康權權利的侵害 好所以開車撞傷別人 這個 駕車撞人 我們的評價也是違法的 但是 我們的法律有所謂的主卻違法釋由 如果有主卻違法釋由 或者 權利 行使的存在發生時 這個我們會例外的評價是不違法 主卻違法釋由 可能我們中學有上過我們這邊快速的 依法條來複習一下 民法149 條規定 於現實不法之侵害 為防衛自己或他人之權利所為之行為 這個稱為正當防衛 如果有正當防衛的情況 縱然 侵害他人的權利 在法律評價上 因為他主卻違法了 所以我們會認為 這個就 並非不法 所以例如我在街上看到 有人 強脫 一個女生 要脫他的衣服 要對他做 不利的這個例如 裸拍 可能他們有一些糾紛 但不管什麼糾紛 不能夠這樣子公然的 把一個人的衣服脫光光 所以為了維護 現在正要被脫衣服的女生 那我可能就拿起雨傘 打 侵害他的人 結果把他的手打斷了 那 如果有人在街上要去脫 另外一個人的衣服 這個被脫衣服的人 就是受到不法侵害 那我拿雨傘去打 加害人 這個就是 為防衛他人之權利所為的行為 如果我把他打瘀青了 甚至 手打斷了 那這個有可能就是 這個就是 正當防衛 這個就是正當防衛 那有可能各位會說 脫衣服跟打斷手 是不是相當 如果不相當 如果有人認為被脫衣服也沒什麼了不起 一個小損害 手被打斷 是大傷害 那頂多 就是成立一個 過當防衛 過當防衛 但 我想如果今天是一個 女孩子要當街被脫光衣服 然後把 這個 脫他衣服的人 手打斷 以現在的醫學這個手打斷應該還是可以接回去的 可以復原的 那這個衡量之下 很可能還是一個 沒有過當的防衛 還是一個正當防衛 好 那 還有 民法150條規定的緊急避難 因避免自己或他人生命 身體 自由或財產 上急迫之危險所為之行為 那這樣的緊急避難情況之下 如果有造成這一些損害 那我們也會評價 雖然他人權利受侵害 可是因為這個是為了緊急避難的正當目的 所以 也會被評價為主卻違法 也就是不構成不法 例如 發生火災的時候 我們要進去救火 可是他的鐵門鎖著 所以我們趕快就用器具把他的鐵門破壞 以便於能夠進去滅火 破壞他的鐵門 是為了避免他的房子被燒毀 並且避免 在房子裡面 火災現場的人被燒死 那相較於整個房子的所有權財產權 相較於在裡面的人生命權健康權 一個鐵門被破壞 這個是為乎其為的 所以破壞鐵門 當然是破壞他人的財產權 可是他如果符合緊急避難的狀況 法律評價上就會評價他是一個 並非不法 因為這個主卻違法是存在的 好 還有 自助行為民法151條規定 為保護自己之權利 對於他人之自由或財產 施以拘束 押收或毀損之行為 那這個也是主卻違法 還有一個所謂的 得到被害者的允諾 如果我們 無緣無故的把一個人的 肚子剖開 那 一般會被評價為是侵害 肚子被剖開那個人的身體健康權 但如果今天是在一個外科手術 我們都要簽署或者 這個病患的家屬都要簽署 手術同意書 我們同意醫師對我們施行一個手術 把肚子剖開 我們的理想當然是要把病治好 但是 你現在不管多好的醫術 都不能夠保證每一個手術是成功的 那我們不能說 萬一手術不如預期的理想 那醫生就是侵害我們的健康權 不是這樣子 我們都允諾了醫師 幫我們 動刀 成功最好 如果萬一手術不成功 這個 只要醫生沒有疏失 那他也不會構成 侵害別人健康權的這個侵權行為 所以最主要就是在這邊他有得到 病患或者他家屬的 同意 所以得到被害者的允諾 這個也是一個阻缺違法釋由 但是這個 被害者的允諾 必須是合理的 這個允許他人對我做什麼事情 不得違反強制或者禁止規定 也不得違反公序良俗 所以如果今天我 某假允許某以把他殺死 殺人這個是違反法律刑法的禁止規定 那當然他也違反公序良俗 所以如果今天假允許以 殺害自己 那以果然就把假殺害了 這個時候以還是成立 殺人罪 所以這個 得被害者之允諾 雖然可以阻缺違法 但是有掛胡裡面 我們方才所講述的 這一個例外的限制 好 那 只要有這些主卻違法釋由 他就 不構成不法 所以其實在法律的評價上 通常我們是這樣子 只要有權力被侵害 我們就先評價他是 不法 這個是初步的判定 那再來看有沒有這些主卻違法釋由 通常沒有 好所以權力被侵害 這個就是一個不法侵害 如果有這一些主卻違法釋由其中一個 可以主卻違法 他就會被評價為 並非不法 那如果並非不法 那 我們要求不法這個要件 他就不具備 要件不具備就不會構成侵權行為